加拉达书第二章 过了十四年,我同巴尔纳伯再上耶路撒冷去,还带了帝夺童去。 我是受了启示而上去的,我在那里向他们陈述了我在义民中间所讲的福音, 和私下向那些有权威的人陈述过,免得我白白地奔跑,或者突然奔走啊。 但是,即连跟我的帝夺,他虽是希腊人,也没有被强迫领受割损, 因为有些潜入的假弟兄,曾要他受割损。 这些人潜入了教会,是为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内所享有的自由, 好使我们再成为奴隶。 可是对他们,我们连片刻时间也没有让步屈服, 卫视福音的真理在你们中保持不变。 至于那些所谓有权威的人,不论他们以前是何等人物,与我毫不相干。 天主绝不顾情面,那些有权威的人也没有另外吩咐我什么。 反而他们看出来,我是受了委托,向未受割损的人宣传福音, 就如伯多禄被委派向受割损的人宣传福音一样。 因为那叫伯多禄为受割损的人致力尽宗徒之职的, 也叫我为外邦人致力尽宗徒之职。 所以,他们一认清了所赋予我的恩宠, 那称为注释的雅各伯、克法和若望, 就与我和巴尔纳伯握手,表示通力合作, 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 而他们却往受割损的人那里去。 他们只要我们怀念穷人, 对这一点我也曾尽力行了。 但是,当克法来到安提约基亚时, 我当面反对了他, 因为他有可责的地方。 原来,尤雅各伯那里来了一些人, 在他们未到以前, 他惯常同外邦人一起吃饭, 可是他们一来到了, 他因怕那些受割损的人, 就退避了,自己躲开。 其余的犹太人也都跟他一起装甲, 一直连巴尔纳伯也受了他们的牵引而装甲。 我一见他们的行为, 与福音的真理不合, 就当着众人对克法说, 你是犹太人, 竟按照外邦人的方式, 而不按照犹太人的方式过活。 你怎么敢强迫外邦人犹太化呢? 我们生来是犹太人, 而不是出于外邦民族的罪人。 可是我们知道, 人诚意不是由于遵行法律, 而只是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所以我们也信从了基督耶稣。 未能由于对基督的信仰, 而不由于遵行法律诚意, 因为由于遵守法律, 任何人都不得诚意。 如果我们在基督内求诚意的人, 仍如他们一样被视为罪人, 那么基督岂不是成了支持罪恶的人了吗? 绝对不是。 如果我把我所拆毁的再修建起来, 我就证明我是个罪犯。 其实我已由于法律而死于法律了, 未能生活于天主。 我已同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所以我生活亦不是我生活, 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 我现今在肉身内生活, 是生活在对天主子的信仰内。 他爱了我, 且为我舍弃了自己。 我绝不愿使天主的恩宠不孝, 因为如果诚意是赖着法律, 那么基督就白白地死了。